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說一下沙田新城市中心 有兩位職員帶領警察進來 我也想說說是發生什麼回事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有兩位灰色西張外套 以及淺藍色衣服的人士 帶領著一群毛毛警察 其實這些人士是什麼人呢 其實在物業管理的行業來說 其實他是一個職位是PA以上 PA是什麼呢 PA即是一個物業助理 基本上高於物業助理或以上的 都是穿西裝外套的 也說一下 其實他們就有一個聲稱 就是說他只是帶領這個警察 執行職務 只是在這個場內維持秩序 協助商場內的人士 也澄清他自己沒有報警 說一下這個看法 好老實說 這個物業管理的行業來說 如果你見到警察的話 是需要主動去瞭解那個事情 發生什麼事 就是要問警察發生什麼事 什麼緣故而在這裡出現 因為始終 始終你在那個商場做事的話 你是有責任知道他想做什麼 基本上你要做的話 都是配合 就是配合他想做什麼 然後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些人會引用一些條例 就是說 這個新城市廣場 就是一個私營的地方 需要得到一個擁有人的批准 又或者一個法庭許可 法庭許可令他才可以進來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基本上如果是NiuTown Passer的話 就是說他是一個新鴻基的一個物業 新鴻基地產的一個物業 所以其實很大程度上 他們是一定會協助的 不會像其他一些商場那樣 其他一些商場 好像泰湖那樣獨特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覺得NiuTown Passer就不會的 也是作為曾經做過的一個員工仔 跟大家分享一些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也有澄清就是說 他自己澄清他就沒有報到警 我這個也相信 但是後面的確是帶領警察 進場去執法、執行這個職務等等 這個就是無可否認的 其他的事項我就不特別說了 我純粹都是想 告訴大家 那兩位在場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那兩位的職員 究竟是什麼職員 以及他們做的做法 一般正常物業管理會做的做法 大概就是這些 比达